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本来是灌破季线的 但是随后看得出来有人在乎 希望这个指数不要太难看 那接下来呢 这个行情要怎么来做观察 节目上我们广告先请到专家 现在是这样投资的分析师钟建安 建安哥好 好 十分好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是建安哥 今天才礼拜一 但是很多人一早看盘的时候 就吓出一身冷汗 没错 怎么一个礼拜一就跌这么长 而且一路灌破季线 本来当时很多人说 哇是不是要空了呢 没有想到10点过后就开始往上拉 最后现货是收红的 那这接下来呢 因为这个礼拜其实国际大事很多 礼拜三还有结算 对 所以这行情要怎么来观察 这个行情要怎么观察 对不对 见解是什么 见解是什么 今天有没有惊魂未定的感觉 有 那也是不错 因为刚好就解除周一症候群 不然的话要看完看睡觉 对吧 今天应该没有睡觉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行情 今天简安老师我跟你讲 之前都跟你讲说 简安老师 你是不是要跟我讲那什么国际指数涨跌无序 两分钟就要处理掉 对不对 错了 今天要花10分钟的时间跟你讲大盘 大盘我认为很重要 请你真的任何听我讲 为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干嘛 现在大陆股市的B股在狂跌 是狂跌 简安老师 狂跌是几% 这样 这样你知道吗 这样了解 6%几跳 这不是狂跌吗 不知道干嘛 那为什么大陆股市B股会狂跌 我等一下讲给你听 不行不行 我不想要讲 我太多东西都讲给你听 好啦开玩笑 我会解盘给你听 来 行情还是要属于自己的见解 之前简安老师的想法都很简单 全世界市场指数真的是涨跌无序 你看没有 两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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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跌区间 每一个股票市场都在区间 震荡整理盘 对不对 所以台股的部分上涨就不要太乐观 下跌也不要太悲观 对不对 目前的tempo就是这样 但是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有说过 就以上柜指数而言 有很多的股票 真的被融资追缴 你知道吗 你去看一下今天 永贯又破底了 又跌停板 你知道吗 虽然没有锁死 但是最起码也摸到跌停板 多恐怖你知道吗 所以融资追缴仍然是在持续 它是ungoing的 你不要说今天 这边开低走低 然后拉起来 Safe安全 对 那是拌板的基数Safe安全 不是个股安全 那是不一样的了解 所以融资追缴这件事情 有没有仍然还在发生 所以我给你一个结论好不好 也许大家对这个行情 可能越来越没有 就是怎么讲 没有借薪了 越来越失去借薪了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现在感觉 江老师打错枝了 三与欲来 不要三两欲来 来 拉回来 三与欲来 好 不是 江老师打错了 你就知道 星期一在睡 三与欲来 不是有一句话吗 三与欲来丰满楼 那为什么会三与欲来丰满楼 就是因为感觉 好像有什么事情 要发生了 所以江老师 你不要吓我 三与欲来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要发生 我慢慢讲 你慢慢听 我慢慢讲 你慢慢听 也许今天杀下来的过程当中 最后又拉起来 那你会觉得指数是安全 对 没有错 为什么 你不要忘记了 外资拥有七万口 八万口的多单 礼拜三就要做结算 那如果假设它 撑到礼拜三 不愿意撑了 不愿意在撑的时候怎么办 这就是重点 所以我们要去猜 那到底是不愿意撑 还是要继续撑 要猜得出来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刚刚已经有点出来 大陆米股现在在跌 我等一下要给你 把它串起来 你就知道 大陆米股这件事情 你真的要放在心里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件事情 美元指数 我认为还是最重要的 美元指数 如果假设你看不懂的话 那我跟你讲 你就没有办法 从总体的资金的一个动向 来看 整个国际股市了 来 这是美元指数 现在正在跑 你有没有发现又创新高了 又创高了 美元指数从突破了96 一路拉到98 现在是90 最高点是98.15 又创新高了 表示什么 表示美国之前QE所印出来的热钱 他真的闻到那个味道说 这次没筛 单台合息 怎么说 如果假设我等到11月 等到12月 美国升息 联准会升息的时候 我再回去的时候 这样就太烦了 所以就快筛了 那我们三立财经台的制作团队 算是蛮用心的 他就去统计一下 目前有没有跌贬值的 日元韩元欧元 然后英镑都跌超过2%以上 还好我们人民币 不是我们 我们的台币跟人民币 大概跌了0.9而已 所以还好 所以你没有感觉 你看那些股票 那些货币有没有 都贬值 表示钱一直在汇回去美国 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 中国大陆的A股 跟B股有什么差别 是不是B股是给谁操作 是不是外资 那为什么它跌6% 你能穿得起来吗 穿起来对不对 所以我要表达意思 就是这个东西 如果假设你不懂的话 那你就不知道 江老师在讲什么 好 另外一个 之前是不是跟你讲说 现在股票市场是涨跌无序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来 我们来聊一个东西 这时候我就要考考 冰雪聪明的四分了 对不对 四分你看 美国股市 美国总共有两件事情 会影响到国际股市的资金的动向 第一个是升级 对不对 那第二个是什么 大选 对 美国的总统大选 对不对 好 那现在主流媒体 有没有 都认为川普上 就是当选的几率高 还是希拉蕊 应该是希拉蕊 对不对 因为他民调很高 对不对 然后还有那个川普 那个竞选政策 弄错了 搞什么鬼 对不对 丑闻弄出来就挂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我问四分好了 然后你看四分 如果假设 主流媒体都说 希拉蕊当选的几率比较高 那大家都知道 希拉蕊是属于 稳定上涨的那一方 对不对 那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这个股票市场 应该要崩盘才对 对不对 好 那你想一件事情 如果真的希拉蕊会当选 那表示国际股市 或者是美国的部分 应该是要上涨表示才对 对不对 这是很简单的逻辑 对 对 好 那我问你 你应该也是这么想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 就打开电视 无线台 什么台 CNNB CBBC 什么外交 都在西拉蕊 民调最大 所以股票应该要去到 请问有去吗 来 给你看 这些 这是小稻穹 有看到对不对 小稻穹之前 是从一万八千五百点 往下掉到另外一个区间 他现在是从上面的区间 掉到到下面这个区间 结果现在这个区间 有没有 在这里 第一个人在动动 害五天 你知道吗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这叫区间的下缘 如果假设它是一个涨跌 无序 它应该很快就拉回去 那为什么在这边 害五天 它害不上去 会不会掉下来 我不知道 坚好不是神 我没有办法预测 我只是提供你 现在的看法 之前在这个地方 它也可以 给你开低走高 对不对 那会不会今天来一个 开高走低 或是开低走高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是要提醒你说 它黏在这边 已经黏五天了 你不会觉得 好像有什么事情 要发生一样吗 对不对 所以我要表达来的是什么 如果真的选情 这么样的看窍 我讲的是希拉蕊 美国股市 应该是直接输去了 一直等一等在那边干嘛 你不要忘记了 11月8号就要投票了 11月8号就要投票了 今天去几号 今天去10月17号 像几天而已 美国应该要扭得多了 结果呢 钱回到美国 又选情又看窍 有什么没用 了解 所以 somebody想的比你还透彻 为什么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没有 他就不会这样子做 了解 所以江老师 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东西 江老师 那这个是美国股市 跟我们台股什么事 对 你真聪明 因为我们在赚 我们在 那个什么 交易台股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台股 跟谁很像 来 你有没有发现 这是加减指数 之前江老师 有跟你分享过 大盘是不是以9250点 为中心点 然后上下去 做区间震荡 上下去做区间震荡 结果在这个地方 在区间的下雨 跌破又上上去 好 那重点就来了 明天多方 真的要把它拉出去 如果没有拉出去 再按照 刚刚江老师 跟你的推论 如果真的不小心的话 搞不好 礼拜三之前 那就气手了 气手完之后 真的就来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修正 会不会这么走 我不知道 我是贴着盘面告诉你 好 那重点来 江老师 那问题他现在还是 拣在9160点之上 对 你真的很聪明 所以我再给你看一个数字 好不好 之前国际股市最强的 叫做恒生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恒生是最强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恒生涨怎么样 来 这是恒生 小 恒生 小 迷你恒生 的一个起货指数 来我们看一下 之前每一次 只要跌破平台的下源 他都拣上去 对不对 但是你也没有发现 这一次为什么不拣 你也没有发现 跟我们台股很像 对不对 这一天的恒生 像不像现在的台股 所以我要表达的是什么 你把所有的数字 全部看过一片的时候 我要告诉大家 只有一件事情 也许现在指数 恒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感觉 无风无雨的 我OK 因为真的还没有掉 但是只要方向 一出来的时候 你真的要 跑要跟飞一样快 你懂不懂 你不要傻傻在场上 这边被打到 你就痛了 所以结论就是这个东西 了解 好 那一样的 如果假设 江老师那是万一方向出来的时候 如果方向不出来 很简单 方向如果没有出来 还是一样保持这个节奏 做股票的 就请你同时 做多强势股 做空落势股 做期货的 就是好好来学习一下 期货当冲 还是按照这个tempo 了解吗 所以江老师花了10分钟 我做到 刚好10分钟 真厉害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当冲怎么做 今天的当冲精彩 开屏 走低 杀很深 100多点 然后再拉起来 方红盘之后 我就横盘真理盘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当冲 你真的要好好学 今天为什么 因为今天多空盘都出现了 三种行情都出现了 所以你今天 如果假设运用工具的话 你可以赚到钱 但是如果你没有运用工具的话 你今天被扒两趟 而且是很严重的两趟 你去看一下你的右脸 再看一下你的左脸 有没有肿起来 有对不对 因为很肿 因为100多点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今天的一个日内走势图 期货的一个日内走势图 今天的高点9193点 今天的低点9060点 所以高低价差133点 133点 这边133点 这边133点 820260点 如果你被扒两趟就260点 如果假设你被扒一趟就是130 但是如果假设你会赚的话 你就可以赚100多点 对不对 或者是随便100多点的价差 只取一表紧10点20点30点50点 总也可以吧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工具的画面 秀什么 我们的学员又做了什么动作 今天这种行情是最好做的 真的是这样 因为工具就是这种行情 就是可以应付的 所以我们要用给你看 来我们首先看一下工具的画面 我们看5分钟的K棒 不要忘记了 每天我们只做最好做的那一段 10点之前或是12点半之后 每天只做两次 然后完了 每天只用5分钟的K棒来看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台子骑5分钟的K棒 我解释一下 来 开盘是在这个位置 哎哟 真好是蓝K棒 跟四分的外套是一样的 对不对 是的 真的是这样 这个没有RAGAL的 是刚好真的穿蓝色的 你看蓝色的K棒 那今天老师有教你嘛 蓝色的K棒出现之后 有没有 按照SOP 是不是第二根就给它A下去了 对不对 那A下去之后 遇到黄K棒你把它平起来 平仓对不对 好 这是标准作业流程 SOP就是这样 但是江老师 我要分成两次吃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要分成两次吃 可以啊 那江老师我要分成三次吃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你整个出手两次 江老师告诉你的扣大 就只有两次 了解不 所以你会发现 K棒的颜色往下打的过程当中 是空方去世 对不对 再加上空方控盘 再加上大部分的时间 大户都在做空 再加上散户都在做多 你看 负二分负一分负一分 因为散户是那个反指标 所以你会没有发现 K棒的颜色 再加上筹码的力道 今天是标标准准的 满分盘 这样了解不 所以拉回来 满分盘的意思是什么 K棒的颜色就是那个方向 再加上筹码的力道 也是那个方向 这就是满分盘 那如果是黄色的K棒 有没有 那筹码力道偏多偏高 那个就不是满分盘 这个才是真正的满分盘 了解 所以满分盘好不好操作 A就掉了 了解不 尾盘拉起来说 一定是又变成多方的满分盘 我等一下会秀给你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10点之前的一个做法 很简单 这样是把它擦掉 来 我们再看一次 这是台子期的5分钟的K棒 我们就看久一点点 你会发现 今天出现就是蓝色的K棒 第二根就给它A下去 完了之后出现黄色的K棒 第二根把它回补回来 就这样 SOP就这样 那你要分成两次吃也可以 你要分成100次吃也可以 随便 快进快出也可以 但是你只有两次出手的机会 这样了解吗 这样子请问一下 运用工具已经找盘的时候 你会不会拼命接多单 拼命接多单 然后完了之后 停损在最低点 会不会 不会了 因为它是空方巨制 你怎么会接多单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工具的画面完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学员的动作做了什么 那最近你会发现 很扯很扯 不管是波段单很扯 我讲的是拉拉扯的扯 然后当冲也会很扯 因为在干嘛 你知道吗 来我跟你分享 一早的时候 江老师就提醒我们的学员 8点11分还没有开盘 最近的控盘手 都是在洗程式单 洗完了波段的程式单 他就回头会洗当冲单 这个很重要 所以要怎么办 很简单 只要按照筹码的力道 快进快出就可以了 那如果不知道怎么做的话 请你记得把影片看守 因为健安老师总共录制了工具的用法影片 所有的影片都在这个文件当中 拉回来 总共有27部影片 告诉你什么叫人工盘 就像今天算不算人工盘 算吧 什么叫天敌盘 如何应付天敌盘 到底要用3分钟的 还是5分钟还是10分钟 全部都录在那边 所以请你记得 不要偷懒 好不好 该看的还是要看完 看完之后你就说 姜老师我知道今天是满分盘 对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学员按照工具来操作 有的 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学员 YYC这个学员 请生理大哥帮我take近一点 9158做空 9144平仓 9.49分 很快的就赚了一笔 对不对 BYN这个学员 这个就是10点上班的小朋友 9153做空 9146平仓 小赚1200块 850分 然后完了之后 TEMP这个学员 他是9144做多 9155平仓 这个学员我必须要跟你讲 来拉回来 你这样的做法 虽然你今天我有看到 但是我没有回你讯 我有看到 但是我认为你这样的做法 你并没有按照工具的画面 为什么 工具是空方空盘 大户即使做多 加加减减还是负分 我觉得你做多 那真的是运气好 你真的没有被电到 如果假设你真的 跑得比较慢的话 你就不可以这样子 加老师教你 这个学员要记得 加老师没有回你讯 不代表我没有看到 我是真的有看到 我只是不想回你 这样是不对的 你来这个原地 就是要守几率 不是要创造数什么 高度的操作技巧 不是那种东西 了解吗 如果假设你还听不懂的话 你就知道 不行这样子 好不好 好来 我们继续往下看 来 VYN这个学员 又出手的第二笔 9153在空 9146又平掉 两笔达正 总共获利2400块 下班9点04分 他就去上班了 就这么简单 好完了之后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学员真的很可爱 很可愛 来 我们看到 YYC这个学员 9128做空的 9155回补 两笔下班了 我们就看上面 9128做空的 9155回补 两笔下班 9点10分 就这么简单 快进快出 然后这个学员可爱 VYN这个学员 谢谢老师 因为上班 所以只能做当冲 而且都做很短 有赚就跑 反而获利不错 不输月薪了 你们发现 这是学员自己本身讲的 不是我讲的 了解吗 所以这个学员 我们再讲一遍 这个学员很可爱 他原本他的上班 是10点之前要打卡 但是问题 江老师有教说 10点之前才可以下班 10点下班 他就跟老板 讲说 老板我们可不可以 10点以后才打卡 老板竟然说OK 如果假设全天下 全台湾的老板 都这么好的话 台股 台湾的GDP 应该会上8才对 好啦开玩笑 开玩笑 所以这个学员OK OKOK 你这样是OK的 反正不要贪心 该赚的就赚走 完了之后 其他留给别人去赚 OK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来 TNP这个学员 小台9135做空 910平掉 然后J1X GNC这个学员 33做空 11平掉 这个学员是 9156做空 9114平掉 赚了42点的价差 有没有 33做空的 16平掉 然后我这个学员更多了 9133做空的 9111平掉 然后完了之后 表现得不错 9点13分的时候 这样就对了 大家都表现得很好 贴着盘面 就是最好的纪律 了解吗 贴着盘面 就是最好的纪律 完了吗 没有 还没有 因为到10点才收工 对不对 好 继续往下看 CC 台湾这个学员 9145做空的 9138平掉 9135做空的 9090平掉 两笔总共赚了52点的价差 有没有 10点刚刚好 Just make 他把他的对账单贴在这个地方 总共赚了10400块 10400块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运用工具 江老师都老实跟你说 停损就停损 上个礼拜不是小停损3点吗 完了之后后面不是咬回来 赚还是可以赚 赔还是要赔 但是问题是运用工具是要干嘛 是为了大赚小赔 我跟你讲 你看那么多的老师 没有人敢在这个台上跟你讲说 我用运用工具竟然会停损 运用工具本来就会停损 又不是神 每个人工具都跟神一样 这边上400 那边800的 全市场点数都是他的 如果你相信你去 每天在那边预告 开高开低 怎么走 你如果你相信你去 我没有意见 我只是点到为止 这么平时的东西 你不相信 你就喜欢那个 大膽的你感谢 真的不要这样子 江老师跟你讲的都是实话 因为运用工具 就是为了大赚小赔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 就是今天的画面 有没有 K棒的颜色 5分钟的K棒 开盘是蓝色的K棒 有没有 10点完了之后 变成黄色的K棒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今天你只要乖乖的 运用工具 你今天绝对 不会被扒两趟 真的不会被扒两趟 因为第一笔是蓝色的K棒 第二笔是红色的K棒 因为红色的K棒 已经超过10点 我们就没有做了 我们只做前面那一段 不就得了吗 对不对 这人不要太贪心 改贪的我们就贪就对了 不改贪的让别人贪 不要紧 所以我要跟你分享一句话 如果假设你的方法不对 就请你退场观望 否则跟你分享这句话 成功的路上一点都不拥挤 因为坚持的人不多 每个人都想要坚持顺势交易 但是请问一下 你去看一下隔壁前后 谁愿意坚持顺势交易 很少啦 我跟你讲 今天都逆势操作的比较多啦 了解 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真的静下心来 想一下是不是应该运用K棒的颜色 来帮助你当充这件事情 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打一用电话 线上的助理人会告诉你 K棒的颜色怎么取得 对 好 今天好像先来说 KD走高 而且今天台币一开盘是贬值的 对 所以呢 但是今天看起来又有人在撑 今天的筹码部分 要怎么来做观察 好的 我们赶快看一下 江老师花太多时间解盘了 来 筹码赶快看过一遍 有看到没有 卖钞啦 有看到没有 你不要以为开瓶走地拉起来 外资就买钞 我跟你讲 他在洗单子 洗什么单子 因为他手中的多单 抛不掉啊 有没有 用这种方式你才会去接多单 为什么 因为你每次都以为下来的时候 就是要接多单 你要是不是都倒给你 都倒给你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资金商在干嘛 空转多啦 有看到没有 这都是买全正的买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中心看待 有没有看到 选择前要干嘛 又不有空单 买PUT的买1万口 又买PUT的你知道吗 然后完了之后 自营商还是空单 价格检检已经超过6万口了 所以是偏空了 只是偏空了 PUT ratio越来越少 1.19只能中心偏多 散户多空的力道 来到了-27 我认为这是Hello Kitty的一个单子 还没有到-30几 所以它不会狂拉 除非-30几 所以这个部分就很重要 所以KB的颜色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赶快我们把tempo拉快一点点 时间有点不太够了 还是红色的KB 但是请你记得 跌破这个点跌的话 就会正式进入震荡高手盘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杰老师一直跟你讲说 虽然它是红色的K棒 但是它就是实质上 它是一个区间震荡 高档震荡整理的格局 这样了解 所以第二阶段 杰老师就把大盘日线及K棒 跟你就交代 对 好就在选股 第43版本的赛马理论当中 建安哥有没有哪些 今天冲出去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赛马理论 做了哪个动作 如果可以的话 想要请导播帮我上 两档股票可以吗 我们就看它日内走势图 第一档3490的单景 有看到吗 破底 破底哦 第二档4971的华星光 今天虽然跌了2.0 IET 但是盘中的话 它也是破底的 为什么选它 我们看一下大电视 看完之后你就知道了 3490的单景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 不要去碰这种弱势股 不能碰就是不能碰 4971的IET 不能碰就是不能碰 如果你真的要做多 就是月峰嘛 就长这样的你不买 结果你就去买 那个3673的TPK 今天上涨又如何 它还是蓝色的K棒 8069的原态 你不买 你就买那个4979的华星光 了解吗 所以建安老师要告诉你 不管你要做什么 我都用什么方式操作 我都没有意见 但是请你记得 红的K棒 它真的可以帮你判断 多方趋势 蓝的K棒 它可以帮你判断空方趋势 你只要不要压错边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真的静下心来 想一下 是不是应该运用K棒的颜色 来帮你判断股票的多空 或者是期货当中这件事情 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注意一下广告里面的电话 打一通电话 线上助理人员会告诉你 K棒的颜色 怎么去搭带 好 观众分享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 已不错不不错 已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2506-6808 2506-6808 The New Audi A4 搭载12.3寸全智能一经一表 所有资讯尽在眼前 举真实LED头灯 以科技撼动极致 新时代引擎 更大马力 更地有耗 更震撼人心 The New Audi A4 科技之神 月赴9999 即刻入主 圆梦趁现在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这是鸡米第二包装 食品集回忌界 专业 红豆100% 顺利做的豆油哦 哎呦 哪有人命 让它漏漏等 哎 只要会记得鸡米 专门豆油就好了 五十年来 很难你看到呢 为了煮出最Q的米 菲利普开创 双向直选科技 让米饭 每分钟翻滚三百次 释放每粒米的 美味极限 转速 决定Q度 菲利普双向直选 IH电子国 创新为你 菲利普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 已不错不不错 已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2506-6808 2506-6808 大线の一滴 になりました 黒の延续が 変わりました 男子の黄 应对 应对 已不错不不错 已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2506-6808 2506-6808 今天来说开滴走高 今天如果做当冲的话 怎么操作呢 简安哥 好的 简安老师教你怎么做当冲 其实很简单 每一天你把那个口诀背起来 每天就是做10点之前 12点之后 或者是每一天 你做一个时段也可以 然后每一天 只有两次出手的扣打 然后每天只按照工具 5分钟的K棒 蓝的就做空 红的就做东西 或者是价量关系 它也会带着你进出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看一下 就是台子骑的5分钟的K棒 我解释一下 今天开盘在这个位置 好 今天10点在这个位置 所以很明显 一开盘就是蓝色的K棒 简安老师告诉你的 SOP是什么 蓝K棒下一个就空下去 空下去完之后 遇到黄K棒的 下一根回补 那简安老师 但是我没有办法 从头报到尾 没关系 你要把它拆成两段吃 也没关系 简安老师有跟你说过 你要拆两段 拆三段都没关系 但是请你记得 你每一天只有两次的扣打 了解吗 再加上今天是空翻空盘 大户做空 散户再做多 大部分的时间 全部都是满分盘 早盘10点之前 出手空单 不就得了吗 那刚刚简安老师 已经把盘中教学 里面的学员的一个对话 都给你看了 简安老师就不秀了 所以当你怎么操作 怎么不顺的 我的看法还是一样 跟你分享这句话 成功的路上 一点都不用挤 因为坚持的人真的不多 每个人都想要顺势交易 但是我希望 你是坚持的那一个人 那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明天多宫交战的点位 明天多宫交战的点位 找不到了 应该找得到 如果找不到的话 一样跟那一天是一样的 9100插16点 明天8点15分 之前简安老师会公布 在盘中教学 好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MING PAO CANADA